大家好,我是来自手游酷玩的在这里 今天给大家带的这游戏呢,依然是和平精英 然后今天给大家的游戏模式呢,依然是创意攻防 现在呢,是继续啊 因为已经好几期给大家介绍一下关于和平精英的一个枪制问题了 所以说呢,这期依然给大家带这个关于和平精英的一个枪制介绍 那我们是按Fly里来说的啊 所以说今天给大家带这个Fly呢,是手枪 手枪呢,其实是大家在前期比较常用的一个东西 原因是因为刚开始落地的时候呢,会出现一个没有枪的一个状况 所以说呢,很多时候是要用手枪来给我们做一个前期的支撑 但是在后期呢,手枪基本上不会使用了 除非是有的玩家比较秀或者是一些主播 为了满足一些观众的一些要求会使用手枪 不然其实是很少会用到手枪这类武器的 那首先介绍第一个呢,就是元老级手枪P92 P92是一个9毫米子弹的手枪 手枪的唯一问题呢,就是它的这个配弹9毫米是 我个人觉得是无法和其他的枪相提,就是相比较 因为有的枪是45可用子弹 然后有的人呢,会比较用冲锋 然后会进行一个比较多的替代 9毫米虽然说也有冲锋枪可以替代啊 但是怎么说呢,因为9毫米子弹用的不是特别多 所以说P92呢,它自身就不是一个比较受欢迎的这么一个手枪 P92目前的最佳配件呢,是消耗器,红点,快速扩龙 然后呢,优点是弹架的容量比较大 三级头和三级都需要多项之子啊 这个很正常,因为手枪的伤害呢,本身比较低 第二个是P1911 P1911这个枪呢,是45口径和P92的一个配件的相同 基本上就是消耗器,然后红点和快速扩龙 优点呢,是它的单法威力要比P92稍微高一些 算是一个P92的一个进化版 接下来第三个是大家个人感觉 如果说你必须得用手枪的话,会比较实用的 就是一个R1895 这个手枪是一个左轮 最佳配件呢,只有一个消耗器 然后口径呢,是7.62 这个枪的一个好处是7.62可以和别的枪相配合 就比如说你后期获了一个AK或者是获了1898k 都可以使用这个枪的一个子弹 优点呢,是可以随时中断设计 就是你射到一半呢,你可以混枪 然后停止它的一个设计行为 并且子弹的单发威力比较大 三镜头两枪就可以致死 算是手枪里威力比较大了 还有一个呢,就是295 其实,245 245这个手枪呢,是45口径 装填比较快,威力比较大 缺点呢,目前来说是算是比较完美的一个手枪吧 没什么太大的缺点 上年的手枪就是一些后来出的一些手枪 比如说可以召唤空脑的信号枪 其实信号枪这个东西是很难捡到的 我也是曾经在刚出信号枪的版本呢 曾经是一口气捡了两码 后来也是捡了两发这个信号弹 但是后来呢,就是很难去捡到这个信号枪了 可能是因为概率会调低了一些 然后呢,是西式手枪 西式手枪是一个9毫米子弹 可以装备的配件有五种 算是比较完善的一个手枪了 吸引器垂直握把红点扩龙 枪吐,一共是五发子弹 五发的这个配件啊 五发子弹有点过分了 这个五发子弹可能谁也打不死啊 缺点呢就是本身作为一个手枪威力比较小 但是优点是弹容量比较大 可装备的配件比较多啊 然后稳定性呢会比正常的手枪稍微有些提高 还有一个就是短管散弹 这个枪其实大家基本上用不到 因为散弹枪遍地都是 其实威力比较大 然后近战呢比较适合使用吧 然后持续输出呢特别的弱 三镜头一枪用的喷子和正常喷子一样 还有一个就是目前我们最受欢迎的手枪 我个人认为啊是沙漠之影 沙漠之影是在去年的年末 才加入和平经营的这个战场上的 45口径威力比较大 唯一的缺点呢就是比较难捡 其实你想捡一把沙漠之影啊也挺费劲 原因就是因为它这个枪 在手枪当中算是比较好用的了 所以说刷戏率呢可能会比较低 大家会发现你所常用的枪支的刷戏率呢会比较低 原因是因为有一些地方它的物资呢是固定的 它会物资比较频繁的话 就是会破坏游戏的整体平衡 因为绝地球种这个游戏其实最后活下来是生存 所以说需要实力和命运两种东西才可以做到 那本期视频呢到这里差不多就要结束了 今天给大家的游戏呢依然是和平精英 然后今天给大家的游戏模式呢是创意攻防 介绍的是手枪这一类分支 如果您喜欢此游戏请观众们收获 感谢您的本期观看 让我们下期再见